嘿大家好 我是余默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余默讲新闻 突发一条消息啊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旭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检查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这是陈旭元被抓了 新闻上讲陈旭元原本计划在13号和14号在广东佛山参加国足会议 但是在13号这一天没有到场 也联系不上 另外联赛部门本打算今天让陈旭元签署文件 但是也找不到人 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分析 陈旭元大概率是在北京就被带走了 现在我们看大概这小半年以来 已经有很多中国足球员被抓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国足主帅李铁在2022年11月26号被带走了 接受调查 2023年的1月19号 中国足协执委原秘书长刘毅被带走调查 同一天也是2023年1月19号 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被带走 接受审查调查 今天情人节也就是2023年的2月14号 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旭元被带走 接受审查调查 陈旭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陈旭元他以前就是一个上海的码头的一个工人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他就当上了上海上岗集团的董事长 大家看着经历像不像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狂标》里的高启祥 这个电视剧我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看完了 还挺不错 没看过的可以看看 主要是他演高启祥的张孙文演的确实挺好的 尤其他的微表情的处理确实是一个对于咱们中国来说难得的一个好演员 我唯一觉得他的缺陷就是他普通话的声音 怎么听都摆脱不了他广东话的口音 他是广东人吗 有时候看他拍的别的剧 其实他《狂标》这个剧拍的是不会出戏的 这声音是可以 毕竟他也是在广东拍的 拍的也是广东那边的事情 但是我以前看他拍过也是做了一个官员 但是他那个声音就很容易听起来 很容易出戏 反正 哎呀 怎么讲呢 反正就是这是他唯一的一点点的小缺陷 我认为的一个小缺陷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他这个声音很有磁性 很好听 但是我觉得就是稍微那块 就声音这块稍微有一点点缺陷 反正人无完人嘛 对吧 反正这个剧大家要是没看过 可以找来看看 就我们又扯远了 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陈旭啊 我们刚刚说到啊 陈旭元是从这个上海的一名码头工人 不知道怎么着的 他就混到了上海上岗的董事长 然后呢 在2019年呢 后来他是上海上岗的董事长之后呢 他这个 这个上海上岗不打到了这个中超吗 然后呢 有一年 我记得有一年还拿了冠军 他拿冠军好 他那时候还当这个这个足协主席 反正那个时候是上海上岗 也是兼上海上岗足球队的这个这个这个董事长啊 他就这么进到这个中国足球了啊 然后那个 然后呢 在2019年呢 在2019年 他就进入到这个中国足协认职 当这个中国足协的主席 这中国足协绝对是一个大染缸啊 谁进去不小心就肯定会被拖下水 现在想想 他前一任的像什么伟迪啊 像这个有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的 也是足球这个主席 他就很低调 从来不做就躺平不做事 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呃 现在想想他们还还挺挺牛的啊 就就算是逃过一劫吧 包括这个蔡振华 对吧 蔡振华 呃 也是啊 目前来看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程序员就就比较倒霉了 呃 反正不小心 程序员呢 而且这个程序员呢 在这个今年的一月份呢 还曾经公开的表态啊 坚决的拥护这个啊 这个中国足球领域的反腐啊 就是拥护嘛 呃 随风唱嘛 唱高调嘛 2月8号呢 还在为这个集训中的这个中国男足呢 送上了这个新春的祝福啊 没想到啊 在情人节这个当天啊 就被靠走啊 带走了 嗯 这刚刚呢 被带走之后呢 媒体上的关于程序员的这个黑料呢 就来了 哎呀 这个 说这个程序员呢 曾经在这个都占国足期间 去年不是打这个十项赛吗 这个这个都占这个国足期间呢 这夜夜打牌日日生销 还要人陪着打 还让这个国脚呢 陪着他踢足球娱乐啊 我觉得吧 这种新闻呢 看看就行了 真假呢 就无从那个考证了 反正你是倒了 那很多人都想趁机会呢 再踹你一脚 这他妈的跟那个趁国打劫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黑料呢 是这个这个足球报的记者李璇报道的啊 李璇这个人好像还挺有名的啊 他说啊 在这个国家队征战这个期间呢 十项赛征战期间 程序员呢 让国脚呢 陪着踢球 让保障人员 就国足的保障人员陪着打麻将 每天呢 还要歌舞升平 要分奖金 李璇说啊 说是此前在这个国家队啊 40强赛到12强赛 只要他跟队晚上呢 就都会有人陪着打牌 纸牌 这个打麻将 几乎每晚都要玩啊 从这个苏州到西亚玩的这个不亦乐乎 哎呀 这个反正呢 你人倒了啊 所有人都想踹你一脚啊 这个跟这个落井下石呢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往往这样的这个黑料呢 我们就当一个乐呵 听一听就行了 真的假的 我们都不知道啊 但是就如果这个反正就是说这个时候说这些话的人 我们都得注意了 尽量离这种人呢 远一点 中国人就有这个缺点 就喜欢落井下石 所以说呢 像这些 像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连任呢 就是说他也怕自己倒下之后呢 所有人都踹他一脚啊 给他踹上 就是踹倒了 对吧 就落井下石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中国官场混呢 一定要小心了啊 要节身死号 对不对 这个一不小心就可能就倒了 就一不小心就被拖下水 就跟那个今年春晚这个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一样 这个不做不错啊 做了肯定是错的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不做不错啊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躺平的官员 这也就是能理解到的 对吧 哎 行了 这个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闻啊 这个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 点赞 评论啊 然后语莫讲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